好奇宝宝 那这个 我的这个专 我的那里面其实有很多 对 看你更稍微关一下灯头 我那其实有很多 这个是我其中一个专栏 是台电公安跟河安探讨 那已经写了155篇了 那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 那譬如说 这一篇嘛 这是一位杨先生 杨思培吧 他做一位 他在一人环台做演讲 要去讲这个融合的事情 那这个我是在这个 这个中华民国的核能学会那边 看到他的一些资料 它里面是讲 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它里面是讲那个 他里面是讲那个 我是看到 这个杨教 这叶教授呢 是清华大学的 原来的核工系的那个 西主任 那他说 那他说 废核 德国能台湾当然不能吗 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看到那个里面 就看到有三个人 讲这个核能的事情 那他们都是得到这个 中国 得到那个 叫做什么奖 朱宝熙讲 朱宝熙的纪念讲 就是讲他们的事情 那结果我看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中国 中国这个核能学会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宣传的机构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慢慢去看 那可以回到前一个吗 前一个 我的能总教 对 那这边呢 也有一个清华的人 清华的这个 以前毕业的人 他希望 跟这个李敏 李敏教授是清华的一个教授 一直在讲说 我们的核电的 这个成本怎么样怎么样的低 怎么样的便宜 那他希望可以有机会跟李敏教授 李敏教授就是刚刚说的 那个朱宝熙纪念讲的其中的一个得主 那我就在讲 他希望跟他有一个公开的 因为他也是专家 这位清华的这个 这个毕业生 这个学者的他到美国去 他希望跟他有一个公开的演讲 所以我相信我这边 我的这个资料里面有很多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些资料 是是很矛盈 我们回去可以就转载 对 那我相信说 我也收集了一些资料 可能大家都没有看过 那可以去看一下 那另外呢 这个 我的可以上到我的最前面吗 对对对 这个是我其中的一个 这是我其中的一个专栏 可以上到我的主页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